我们看到美国是如期的减息 但为何市场却高兴不起来 那中美领导人的贸易磋商 结束之后又释放了哪些信息 中国的PMA数据公布了 能否也是短期支持大事 那香港的房地产何时 可以有朝底的机会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 安山资本策略师李卓峰 为我们分析解读 Jeff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联储局是一如预期 减息0.25例 也是十年来的首次减息 不过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就表示说 减息只是周期中断的一个政策调整 并非是一个漫长减息周期的开始 那您会怎么来解读鲍威尔的言论 如果说美国减息 并非是这种宽松中期的一个开始的话 那您对市场又有哪些影响呢 觉得 之前就是我们看见美股跟港股 也是在市场上面主要的资产市场 也是往上冲掉一波 主要是看美国今年有机会检视两次 还有一个就是说公开市场 就是FMC那边 美联储就是很大可能会做出一个 现在是检视的周期再重新开始了 之前其实在美国之前 已经有四个国家 已经在不同的时间已经检了历史 就是在传球现在已经是比较 就是以货币环境来说 是比较宽松的一段时间 但是这样子同学还在等了美国那边 昨天晚上的公布 是我们原本的赏是比较得派还是比较硬派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一期剩的简历史 这是二十五个基点 我们看九月份 就是还有就是上一次的 这美联储局的一个会议来说 简历史的机会从八成下跌到六成 那就是哪个哪个下跌的幅度比较多了 那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昨天美股的 就是在收盘之前 已经在跌到差不多有四百点这个事情 奥运的说法来说是 现在未来是不是连续的 好像2001年2008年这种 一直在减历史的就是万场的周期 好像不是第一 美国它原本都没有太多的历史能再减下去了 第二 现在其实在国内 这是美国的国内 其实在基本市场还是有比较大的跑目 所以在现在我看一个看法是 FOMC它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的定位是怎样走 他们也是看住市场的走上去走 所以在现在市场方面 上次的事情是 美国要再减历史了 只要减完减历史 这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机会 在做太多的财经的 财政的政策方面的改动 所以现在基本上 投资人是对这个简历史 放量矿的这一块都没了 所以股票市场主体还是往下跌下去 那我们看回到中美结束 在上海一连两天的 面对面的经贸磋商 并且同意9月在华盛顿继续磋商 那此次谈判达成了哪些共识 市场人士是来怎么解读 这些信息的呢 我的解读是 他们两方中国跟美国 开始能够重新谈下来的 就从五月到现在为止了 其实中国跟美国都一直在拖 就没有谈到什么事情 首先现在说这一事 在9月再谈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一事也谈得挺好的 挺开心 可是没有什么开始 可是我关系也开始装好了 那我们9月再见吧 所以这一事我们也没有看见 在新闻上面也没有看见很多 关于这是谈判以后的 有没有大成什么公使啊 有什么的意见在 已经发布出来了 比较确定以下的是农业方面 这是中国为更美国那边 都是在继续的进口农产品 那这个农产品呢 其实从G20以后都已经有进口 只是那个量 给G20峰会上一时的会议之前呢 大大的调了下去 那现在重新再说 就是说中国我还是有成立 跟你谈的 现在农产品我都跟你进口了 可是其他方面呢 基本上都没有很大的共识 比方说华为的事情啊 比方说灌税的事啊 这一块商业方面的 基本上在解析会议之后的 声纹都没有看到很多 我这看法是中国是有一个诚意 就是说出来 就是我有一个诚意 跟美国口同 可是整体我相信是 我也不急 我慢慢跟你谈这9月再来吧 反正现在就是关税 已经加到10个% 25个%都有了 只要把这个稳住 就不要再继续加上去 我们就承担了这个福果 那中国的政府 我看是他一直想 把这个事情再拖一下 看看市场 你要去定行 就是这个对关税的超市 所以也要看9月份以后的会议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中国内地方面的相关消息 那最新公布的PMI数据呢 其实是略胜于市场预期的 但是仍处于一个收缩的区间 您怎么来看待 这样的一份经济数据的表现 短期内您觉得它可否是提振大事 那朝远来看的话 经济是否也是仍然有这种 可能恶化的一些情况呢 其实都比较难 因为你看这个机造业的PMI 是49.7左右 还是在那个税退 即下的一个表现 就是50以下嘛 连续的四个月 就算是比预期好了 只是你是在50以下 我们是在那个分线 就是分线以下的位置 是表现中国的制造业啊 服务业等等都在搜索 连续四个月 又是看八年了 其实过去八年到七个月的数据 只有一次在这矿冲的那个50以下 整体美国的经济肯定是往下走 已经这个 已经是有一个 就只要说这是 已经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方向了 就是现在出来是 这是最财新的那个是 是79.9 比预期好 还是在50以下 那我们再看这些美国 跟欧洲刚刚公布的PMI 也是在 也是现在一直在DM 欧洲的肯定在50的收缩器那个时间 所以短期 基本上 你看A股就知道 A股上升现在是2900多 还是几年 昨天今天还是在跌 横止跌破2万8了 这是在美国储局利率会议之前 已经跌破这个位置了 短期的 长远的经济 还是中期长期的经济 传球的制造业还是在跌 这是在经济环境不好 大事来说 短期的 还是有挺大的压力 还是要往下行 那政府数据有显示 本港的楼价由历史高位回落 市场对于楼市 未来表现也是看法不一 那么您觉得 未来本港的楼市的表现 将会怎么样发展 预计可以回落到 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由于上港的 首先房价应该是 有很多的股值 其实都说 就是现在 以上港的房价的股值来说 应该是限定 可是一般 股值来说比较高的是 那些市用面子在 大约是750以上的 750到1200 这个平方尺的 房产 就是跌幅为复多一点 现实也告诉我们 最近的房价的调整 主要集中在中大型的 就是那个尺寸的房产 就是750到1200的那种 我看房价 可是上港的支撑率很高 我看房价 首先跌10到15% 这个是已经比较多的一个双方 应该是也不会跌得特别的多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 Jeff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好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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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